大家好 汽车呀走走停停的 不断有人上上下下 就进了一个小街巷 汽车呢开不进去了 乌兹别克的那个戴着小花帽的那些小孩啊 就赶着毛驴啊什么的 都在这来来回回的在这走 就是说它这个城市呢 你一看啊 比较破旧因为住宅啊 大多数都是屠达的 尼泊湖的那种 和这个你到乌鲁木齐啊 那个皇城一带的那个老城区 没什么区别 穿的呢也跟这个阿拉木屠啊 那些城市完全不一样 这儿的女人呢都穿着那种花花的那个长裤子 嗯 但是呢这儿的小姑娘都长得特别好看 到了中午啊他们终于下车了 下着一车呢他们就赶紧打了一辆车 去这个塔什干的中央公园 也叫高尔基文化修习公园 说这个公园啊 雷光汉觉得呢就是中国的这个公园啊 像一首诗 是艺术 而苏联公园呢你感觉就是几何的 是算数学 他这个方方正正啊 中间是什么 完了边上是什么啊 他都是很有规矩 差不多而且都是形式 而中国呢就有一些随意 他们终于到了和牛水啊商量好的第二个会面的时间和地点地方了 刘万瑜呢就又一个人打车呢就去了 到了那个长途公共汽车站的售票处 结果回来以后呢 丧气的说 没有 而且呢那块有一个朝鲜人在那等着 一见面就问我是不是中国人 我摇了摇头 马上呢就坐一个出租车走了 这下呢他们就知道了 他们真的是被牛水给出卖了 虽然啊 逃出来苏联是牛水第一个提出来的 刘万瑜呢也是他怂恿的 嗯这个逃跑计划呢是大家一起商定的 而且呢三个人还面对着祖国宣誓什么有不背叛什么的 7月20号他还打电话说啊按照计划他要去胡上划船这个暗号 哎呀大家呀在一起吃吃住住大半年 经济上呢真的是就是雷光瀚一直处处照顾他 而且呢把他当做亲兄弟 没想到啊他居然为了向这个KGB表公 踩着别人的命运去立功 三个人呢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个牛水的背叛啊把这哥俩给搞懵了 这公园都快干完关门了 他们才不得不离开 这时候呢这个这俩根俩懵嘛这个MAYA呢还算清醒 就呢叫了一辆私人小汽车把他们拉到了这个火车站 买了一个呢从塔什干到这个土库麦斯坦的这个哈巴德的车票 然后呢等着这俩啊懵懵懂懂的已经懵了的人 在这个后车室等车 乌兹别克呀是一个特别喜欢这个歌舞的一个民族 你这时候就看这个火车站啊 就光等车站的这么一个时候 你就能看见大概有几十个等火车的这个男男女女啊 就围成一个大圈圈 有一个人呢就在弹那个热蛙谱 围着他的人呢就跟着这琴声呢唱歌 几个小伙子姑娘啊就开始跳舞 哎呀 这个歌声和这个舞姿 把雷光汉他们呢 这个紧张的心情呢好像稍微的扶平了一些 这是雷光汉啊到苏联以后第一次做火车 他们做的呢是这个普通车厢 其实呢就跟咱们这个火车的硬过差不多 一个车厢呢大概有那么三十多个床位吧 他们呢没有做包厢 呃因为觉得呀这个包厢里只有四个人 太容易被人发掘了 不好逃 呃目标大 这个列车开出这个塔什干往西南走啊 就经过了这个中亚最富数的棉花种植区 阿姆河 这个阿姆河流域 这时候啊雷光汉一看啊 就好像回到了新疆的农村 真的是眼前的所有东西都一模一样 呃什么平顶上的那个屋顶上啊 堆着整齐的这个玉米杆啊 大清枣女人赶着奶牛和全村的奶牛一块聚合 呃完了男人骑着马挥着鞭把牛群呢 赶到村外去 连这个每个人啊 穿的衣服都跟这个新疆农村的一模一样 都穿着那种夹吧 就是那种呃无领无寇的那种长袍 白长袍完了腰间 这么一记那种 呃 剩下的人呢就肩扛着这个坎图曼 坎图曼就是他们一种那个就跟水铁锹差不多吧 呃就到这个水区边上去给这农田放水 这里啊 因为大概是没有像咱们似的搞这个计划生育啊 所以呢这个一对夫妻 至少生得生个六七个 那十几个的是很常见 火车呢到达了这个布拉 阿布哈拉 就转向往南 就进入了土库曼斯坦 这个土库曼斯坦俄语啊 就叫土耳克明尼亚 不知道为什么啊 咱们这个中文把它译成土库曼 嗯 土屋这个 镜上的第一大战也是土库曼的第二大城市呢 叫查尔珠 按照俄文原文啊 读呢特别像这个汉语的君州 君州 俄罗斯人呢 呃是通过契丹族认识中国的 俄文的中国就是契丹 哎 这样想起来啊 就是我们小时候 呃英语老师老说 这个China呀 是因为我们中国 嗯 比较 这个 呃对 瓷器比较有名 所以呢外国人 往咱们叫China 其实不是 他应该就是契丹羽里边的秦国秦朝 秦达 所以呢 嗯 这么翻过来的 嗯 火车呀 就沿着这个苏联 伊朗边境呢 行驶了四个小时 有的地方啊 你能看出来 就离这个伊朗啊 只有三公里 在这个苏联这一边呢 就跟跟咱们这个中国一样 都是铁丝网 火车进入这个火车站了以后呢 每个车厢门口都会过来一个手持冲锋枪的俄罗斯士兵 把着 车站上呢 有这个军官牵着大狼狗 巡视 因为这三个人啊 这个雷光汉他们这三个人啊 穿的呢 都比较的体面 举止呢 也更文雅 跟人说话呢 他们都是让这个Maya去应付 他的俄语呢 和突厥语啊 又特别的标准 而且文雅 所以呢 周围人都把他们当做一种上等人来看 这个雷光汉和刘万瑜呢 就是只是微笑点头 尽量的不出声 Maya这一路啊 就紧紧的这个抱着这雷光汉 用这个俄语啊 不停的对他说着什么 这英梅啊大部分雷光汉啊都听不懂 哎 他呢 就跟人家呢 介绍说 这哥俩啊 都是工程师 嗯 如果啊 这哥俩要是看见旁边有这个知识分子模样的呢 坐在他们旁边了 雷光汉呢 就会用几句常用的英语来应对一下 刘万瑜呢 高超的这个炮妞技术啊 这下可算是派上用场了 这个清晨啊 这个车厢里进来了一个俄罗斯姑娘 她马上上去去帮人家拿行李啊 完了以后 引着这个姑娘呢 就离他们靠近的一个座位呢 坐下了 又是给人家滴水吧 又是给人家滴点心吧 反正几分钟 这姑娘呢 就跟他们熟的跟好朋友一样 正好呢 这姑娘呢 也是去阿什哈巴德的 这个到了7月25日中午啊 列车终于到了这个阿什巴巴巴哈德的车站 车站呢 早已经戒严了 车站大楼四周啊 都有士兵站的 战内呢 全副武装的士兵走来走去 紧盯着每一个进出的这个旅客的脸 他们呢 就假装着镇静啊 衣冠楚楚的 每一个人胳膊上的 挂着一个年轻的苏联女人 目不斜使 大摇大摆的啊 就走出了车站 这士兵居然没有一个过来进行查问的 到了这个城市了以后呢 当天啊 他们三个人啊 就在那儿下逛 就在这个城市呢 逛了差不多有十来个小时 虽然呢 也遇到过两次警察的查问 但是呢 没发觉 让人家发现什么问题 出了车站呢 他们是先这个叫了一个出租车 把那个俄罗斯姑娘呢给送走了 然后呢就叫车呢 直奔这个市中心的一个市场 中亚呢 各个城市啊 不论大小 格局都差不多 完了呢 都有一个大农贸市场 名字呢 起的呢都叫中心市场 或者是绿色市场 市场的都在这个市中心 几乎啊 所有的公共汽车 或者电车都经过那里 于是呢 这个他们就在这市场里啊 这市场里应有尽有 啊 他们就在那市场里啊 吃抓饭 烤包子 甜瓜 总之啊 反正这个市场呢 就跟新疆的大巴扎差不多 市场里啊 还有一个澡堂子 于是呢 他们就跑去洗澡换衣服 把这个他们带的多余的 所有衣服啊 都给了这个Maya 准备轻装前进 雷光汉呢 在市场里啊 还买了一份 这个哈巴德的地图 来找这个 从哪儿越境最好 嗯 看了这个地图啊 他发现啊 在这个城市的西南 有一个 风景点 这个山谷中啊 这个风景点山谷中啊 有一种 有一个那个泉水 水质特别清甜 所以呢 这个城市的好多市民啊 都会坐公交啊 老大远的跑过去 去取那个泉水 哎 就跟那个 咱们北京那个 呃 去跑到那个香山 沃佛寺那儿 取那泉水一样 都坐着 一人滴了一个大塑料水桶子 于是呢 雷光汉呢 就在市场啊 也去买了一个塑料大瓶子 冒充呢 打水的游客 下午六点 他们仨呢 就打车 就到了这个 飞流资 呃 风景区 晚上十点了啊 这景区里呢 还有好多游人 在里边 流连忘返呢 刘万瑜呢 就在长凳子上 躺下 呼呼打水 这家伙啊 他因为坐过十一年的牢 逃出这个监狱了以后呢 又各地流浪了好几年 所以对于逃亡啊 他就感觉到这个心理素质太好了 就跟吃家常便饭一样 雷光汉呢 经过这些日子跟Maya的相处啊 他觉得这个姑娘真的太好 而且呢 两人产生了感情 哎呀 就抱在一起啊 两个人泪眼朦胧的 怎么着都分不开 嗯 于是呢 两个人呢 就约定啊 如果雷光汉 在国外呢 发迹了 或者呢 你定下 定居了 你呢 就赶紧 通过合法手续 把Maya接出去 就这么着啊 两个人呢 到了无数次的别人 但是呢 怎么都分不了手 直到最后啊 要没有 大概快没有末班车了 而且呢 他还得坐火车回去 Maya呢 才含泪走了 雷光汉啊 把他所有的钱 连一个戈壁都没留 就全部的都给了Maya 他呢 就想着 我再也不想回苏联了 剩下的这俩男人啊 就坐在这个公路汽车站的场底子上啊 假装等车 天色呢 这时候啊 因为是中亚嘛 晚上十点 其实还有点 这跟咱们那儿六点 六七点差不多 诶 一个土库曼的这个骑警 骑着摩托车巡查过来了 完了以后 就问他们干嘛呢 这个刘万瑜 就滴了着这个水壶 指指那意思 我是来取水的 完了呢刘万瑜又跟他说 说我妻子啊 在火车站等我们呢 而且呢 还把他自己的那个 在工厂的工作证啊 给那个警察看 完了说呢 我的护照在妻子身上呢 如果你要不相信呢 你可以跟我一起去火车站 去找他 那你就都能知道了 这警察呢 要不然就下麻烦 要不然呢 也没想为难他 完了 只是跟他们说呀 这是边界很危险 公布汽车要是来了啊 你就赶紧走 呃 然后呢赶紧搭车 你去火车站 也大概啊 是这个 这个土库曼的这个警察呀 他俄语也不是特别好 所以呢 他对这个两人的这个 差劲的俄语啊 哎 他一点没警觉 就这么 十一点多了吧 两人就 赶紧爬到山坡上 这时候呢 苏伊边界就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苏伊边界这一块啊 都是荒山 海拔呢 倒是不高 但是呢 寸草不生 你一个老鼠从那上面过啊 你都能看得见 顺着这个 他们买的那个表啊 那个表带上 有一个小的指南针 两个人呢 就一直往南走 呃 根本就没有什么路啊 就是一个山接着一个山的 两人就这么爬 爬呀 因为这个天气啊 你想想七月份啊 热的不行 没到一个小时 两个人呢 那个汗如雨下的 已经渴得 受不了了 但是呢 又必须在天亮以前 翻过那道铁丝网 所以呢 时间特别紧张了 两个人呢 终于急行军啊 两个小时 终于达到了铁丝网 这里的铁丝网呢 就不像那个中俄边界那么高 虽然啊 也是三道 但是呢 他们就很轻松的 就越过去了 哎 这终于啊 以为到了这个伊朗土地了啊 想松一口气呢 突然 这个探照灯 一个接一个的 就在那个天空中呢 闪亮了 直升飞机 马达声 就响 就响起来了 完了就能听见 士兵和这个大狼犬的叫声 虽然这边啊 是伊朗的土地 但是啊 这个苏军 并没有停止追击 直接越过边境 这俩人一看啊 就 赶紧往山下跑啊 这一鼓掠 得这个雷光汉的腿呢 就摔坏了 眼镜呢 也摔没了 于是呢 他就 让这个刘万瑜啊 先走 刘万瑜呢 就 把这个 提包 扔给他了 瞒了一个人呢 就往前走了 这个时候啊 他们发现啊 就是你能看见 在这一块 有这个伊朗边防军的港亭 但是里边啊 没有人 就是什么 人家根本在这边不驻扎 没有边防军 你想让那边边防军 把你抓起来都不行 于是呢 他又转过头来啊 想回去去救这个雷光汉 结果他回去的路上 就被这个苏军给擒货了 当然了 雷光汉是肯定跑不了了 嗯 这个苏军啊 就用这个麻绳 捆绑了他们两个人的双手 两个士兵 还一人拉一头 那个靴子使劲蹬 你知道吗 把他那个绳给蹬紧了 所以呢 他这个两个手这么一蹬的 那个雷光汉啊 差点给腾昏过去 你就这么逼迫的你啊 趴在这个地上 就这么趴了几个小时 等到天亮了 然以后呢 就把他们黑布 给把眼睛蒙上 又上了一辆吉普车 开到了一座小军营 关进了军营禁闭室 哎 这时候才给松了吧 这就是雷光汉的第二次 逃亡 但是呢 又进了军营的 紧闭所了 好 那我们现在再讲讲他这回 跟上回再进去的监狱的处境 就完全不同了 后面是怎么样呢 我们下回再讲 好 下期见